大家好,我是封印,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国沙 然后屏幕的左上方有我的邮箱和QQ号 大家但凡有好的视频,好的录像,可以往我邮箱里面扔 你也可以,对吧,加我QQ跟我亲自交流 关于三国沙的各种技巧技术 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对吧 好,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迷一样的身份,对吧 大家肯定见过很多情景 比如说,对吧,有队友 明明是一圈打下来,出现了什么,五个反贼 一圈打下来,只有三个反贼,五个忠诚,对吧 有些时候,只有两个反贼,五个忠诚 那这些原因是什么导致的呢 为什么一个身份都跳不清楚呢,对吧 那现在又衍生出了一种装身份的一种打法 那装身份的打法有什么利与弊呢,对吧 今天我就带大家慢慢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装身份打法的利与弊 以及一些技巧和思路 废话不多说,我们先看一句视频 这一局是我们的,对吧 视频只有七分钟啊 那我们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句视频里面 身份又是什么,什么叫迷一样的身份,对吧 有些时候我们玩三个沙发一样 万藏身,幻化,又如心,顺手牵羊 首先,他顺了一下郭家 万箭齐发 看一下身份,就这样了 对吧,不给主攻,对吧 我这里先标个反,对吧 不给主攻,多半是反 闪 我们自己是一个反贼啊 大展宏图,就在今日 密系元氏,一心向北 先让你得意几天 这是废话 而我们的结局选择怎么打呢 闪电 选择挂了个闪电,然后过 他先吃桃,而孙让香给他牌了 那孙让香一定是反 而这个,这张牌打的就绝对有问题 他牵左辞了 他孙让香牵左辞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反了 他是什么顺份呢 是忠诚 是忠诚人该顺路需要发动配合 对吧 他只能是个内奸 就在我们的眼里 其实郭佳的身份只能是内 不是内,他就在乱打 而孙让香这给牌也给的有点鲁莽 对吧 第一,首先他是二之位 对吧 二之位他郭佳就单凭不给陆逊牌这一个 呃,这一个动作 在外人可以定他是一个反贼 但是你作为孙让香 毕竟是两张牌 你不能给他两张牌 对吧 除非他明确了 跳出自己的身份了 你再给牌 对吧 他仅仅是不把牌给主攻 对吧 他是内奸 他大概率也不会给主攻 所以这个时候孙让香欠考虑 也直接报道了孙让香的反贼身份 大家不要嫌啰嗦 因为他忙了一个偏反的一个左字 大家不要嫌我就是为什么在身份给大家说那么多 因为今天我们恰巧谈的就是这个身份的问题 包括后面衍生出的装身份的打法 君欲良运 且主君威 现在孙让香学聪明了 对吧 而这个关锁 对吧 打的也更奇怪 他杀了一刀潮人 你觉得关锁是什么身份会杀潮人 在我这里 在我的眼中很清晰 国家是个内建 而关锁杀潮人 这一刀杀过去 在外人眼里一定是跳反了一个动作 对吧 因为你有一个名的孙让香不杀 去杀一个后面 对吧 可能出现忠诚的一个潮人 对吧 你可能会说对吧 潮人大概率不是忠诚 我认为 关锁肯定会说 哎呀 我觉得潮人 如果关锁是个忠诚啊 他觉得潮人大概率偏反 对吧 我去打潮人 对吧 可以模糊我的身份 以至于让关锁不会遭到 首轮不会遭到击火 这是关锁的一个打法 其实是关锁的一种策略 为什么是关锁的一种策略呢 首先 关锁这个武将 他是我们需要装身份的那些武将之一 有些武将是不建议大家装身份的 而关锁这个武将 我是建议大家装身份的 因为关锁这个武将 后期的能力比前期强太多 他是越到后期越强 即便到后期 我直接卖两个队友给你 我死两个队友 对吧 无论是什么身份 我死两个队友 我剩下来我二打四 甚至我一打四 我收六张牌 对吧 开两个技能 有没有可能翻牌呢 我告诉大家 是有的 是有的 所以关锁这个武将 保命要紧 他打这张杀 如果他是想装身份 他一定是想模糊自己的 一个忠诚的一个身份 对吧 他不想跳出这个反贼 不 他不想跳出这个 因为跳出忠诚 会遭到反贼方 反贼方不会去打国家 也几乎不会打后期 为任何一个跳中的 他会先激活你关锁 对吧 而关锁 如果关锁被先激活死了 那关锁就发挥不出他的价值 所以他选择了 把自己的身份模糊化 就是如果曹人是反贼 对吧 他觉得你关锁 对吧 你来忙我 你不去打民反处上去 你是不是有可能是 你是不是应该是 跳了一个反贼呢 那我是反贼 我是不是该不该打你关锁的 对吧 曹人会这样想 但是呢 曹人也很疑惑 因为他精明这一个行为 是断定不了关锁的身份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会发生什么 尤其是他直接打了一次 我们对曹人的身份 又会进行判断 又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很迷了 在外人眼里 已经很迷了 而我们就在给大家推理这个身份 因为他打回去了 首先如果曹人 正好是一个忠诚 对吧 你关锁不打反贼 去打我 那你关锁一定是反贼 所以我要打回去 所以曹人是个忠诚 这就判断出来了 无论关锁是忠诚反 曹人一定是 曹人一定是 为什么 因为曹人 但凡是一个反贼 对吧 关锁无论 即便 关锁是忠诚 他没有去忙 顺上先而打他 他也不会直接去打关锁 如果说曹人是反 所以曹人必定是一个忠诚 而关锁也是忙错了 其实实际上 关锁是忠诚 这个后面再说 曼昭笋 由于前面的忠诚意 生生不息 远远不绝 对吧 直接发给了我们后志位三个人 后志位三个人 我告诉大家 实际上 也不给大家埋伏笔了 实际上曹人 也是个反贼 也就是说 他发了两个埋 全部发到反贼头上 解雾 雷莎 始至于北 尽忠于国 而这个曹瑞也是看不清楚形势 对吧 直接看是盲女生 始至于北 尽忠于国 所以他认为我是最后一个忠诚 失之淡然 德之坦然 谦谦君子 温润如意 无中生有 何宫 那我们该怎么打呢 四个字 将计就计 由缓至极 对吧 寻寻而尽 满招损 两个两个目的 首先 我装一把身份 我想跟你配合 对吧 第二 你可以给我发牌 第三 把你的防御给削弱 以便我们能够这一回合 能够速推死你 揭露讯 这就是三个重要的 三个重要的好处 也就是说 生生不息 我们的装生的手法 已经发挥到了 很好的一个地步 就是这一局 装身份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完美的一个装身份时机 一般装身份的时机 是在二号位 三号位 是一个装身份的一个热点位置 对吧 一般是这个位置装身份 但是打到后面 这局很很罕见 我们的七号位 还可以装身份 因为前面的人一塌糊涂 他们对身份一无所知 而我们虽然说不能对官所进行判断 国家虽然乡跟曹人的身份 在我们眼里是看得很清楚的 当然 介于我们自己是个反贼 所以我们也会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曹瑞或者说官所 谁是忠 谁是犯 对吧 我们不知道 而我们的陆续依然是 足以一个蒙蔽的状态 他发又发三个人 对吧 又发的我 佐词 跟曹人 那不好意思 这三个人里面 你又发了两个反贼 对吧 我们拍掉这个伤害 诶 诶 语兽也是反贼啊 诬陷可敬 对吧 主攻彻底蒙蔽了 而这个时候 郭家打了一张无蟹 对吧 郭家的内建的身份 还是跳的比较 先必轻也 以错敌锐 曹人中止 好了 现在四个人的 五个人的身份名了 对吧 闪 现在不名的就是这个左词 官所 事须缓图 这仇 欲速不打也 由缓至极 寻寻而尽 对吧 先让他得意几点 无故 是须缓图 欲速不打也 无论前面怎么打 他那个火攻派 让建路逊掉伤害 就一定是跳反 就有些动作可以打模糊 但有些动作一定是很明确的 刚才那个打路逊的动作 无论是你是中 是内 装不装身份 都不可能拍出那张火攻派 所以他一定是反 如果你左词是反 一定要有缓至极 寻寻而尽 给他标的是忠诚 对吧 我们认为 这两个是反 哦 末将愿成复制 随丞相出征 是须缓图 欲速不打也 由缓至极 寻寻而尽 是须缓图 欲速不打也 由缓至极 寻寻而尽 对吧 对吧 夫君之英 切身所力 赶紧结束 什么房间 对吧 这个房间简直有毒 这个房间简直就是坑壁 这个房间 我在未尽之夜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房间里面 每个人打 命系原事 一心向美 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但是 有些人打的 确实是有问题 不妨我们回 我们再回看一下 呃 我不回放了 慢慢给大家说一下 好 是这样的 我们看 这个局里面 谁打的有问题 谁打的没有问题呢 关锁 他打的没有问题 他认为后面四个人 不可能你曹人 恰好是那个忠诚吧 对吧 而且你陆逊局 曹人也偏反 对吧 你举授 当中可能属性也要高一点 他犯了个什么错误呢 他犯了个错误就是 他把自己 太看重自己了 也就是说 他装身份 只为自己考虑 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你前置位 有个人装身份 对吧 你把对方全部骗了 结果你把自己人也骗了 你装的太好 结果你自己人 不惜一切代价 来打你 对方的身份来保你 对吧 相当于你最后 是亏还是赚的 其实不一定 所以说 关锁 这个犯了个错误 就是 第一 呃 太过于盲目自信 光看降面就认为 曹人一定是反贼 这是第一 第二 只顾自己保命 而不会 就是他保命肯定没错 但是他忽视了 如果你自己保命 对吧 你能 无论你能不能保命 会引起后面 你自己那一方的混乱 包括陆续后面 连发几 发几次发错牌 都是因为你关锁这个地方 把节奏带乱了 对吧 你发了两次牌 两次 对吧 全部都是 起码有两张牌 是发给了反贼方 这是起义 其二 有 凡胎 曹人 岂能亏使 这个 这个 他打回去 他打回去 没有错 因为他 不会想那么多 他认为关锁就是个跳反 对吧 明天说上 跳反不打 来打我曹人 那你就是跳反 我曹人还是忠诚 对吧 正好该打你 打的就是你关锁 没有问题 第三 曹瑞 他自己作为反贼 他觉得左辞大概率是个反贼 你举兽这个位置可能作为忠诚 那打你举兽 没有问题 而我举兽 我就利用了他们混乱的这一个点 装了一波身份 对吧 利用他们误认为我是个反贼 火攻 对吧 达到了一个一举三得的一个效果 第一把陆逊的牌给清空 第二对他造成一点伤害 对吧 第三还可以让他给我发牌 对吧 甚至给我的队友发牌 而左辞 他唯一打错的一手就是不该吃那个桃 打的有问题 其他的整个场是明的 在我们的视角 是一个全清晰视角 唯一最后不清晰的是观锁跟左辞的身份 所以说告诉大家 装身份这个局的打法 首先在这个局里面 装身份 观锁这个桩 一定是 B大于利 而我们左辞 不我们举兽 那一波装身份 一定是利大于B 好了 现在就给大家慢慢普及一下装身份打法 装身份打法 大家肯定是会觉得 就是这 这是个对 首先对玩家的能力要求很高 对对方的水平 你所处的一个水平要求也很高 有些人认为你只要杀他 对吧 你做你只要杀一个对方角色的一张牌 那你就一定挑了一个对立角色 有些人认为 对吧 你要打出打出 什么牌是可能装的 什么牌是必定是跳跳身份 有些人还会认为 对吧 你这样打 对吧 你就是挑内 对吧 你打得磨能两可 对吧 有些人还认为你这样打 你就是乱打 对吧 不跟你这种玩了 这是个黑法 对吧 就是这 就是 首先就是装身份这个打法 第一点 我建议大家 首先 作为反贼方 能不装 尽量不要装身份 因为你反贼 本来有四个人 除非你的位置 特别特别差 不然 尤其是首反 千万不能装身份 首反 必跳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你首反跳出来 对吧 即便你可能不如装身份 打得收益高 但是第一 你不会引起队友的误会 即便这局输了 你不承担责任 这是其一 其二 你不装身份 对吧 也阻止了这种风气 相当于就是说 反这头 首反必跳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首反不跳 引起误会 到时候互相残杀 对吧 又会骂什么坑队友 这些会导致三国杀的这个风气会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首反建议大家要跳 不要装身份 而反贼方 大概率是不要装身份的 因为你反贼本来就有四个人 你开局就有四个人 正大光明的跳出来 对吧 如果即便你的 就是你不是特别强势 就是你四个人可能打不赢 组中那四个人 你后面还可以依靠内奸慢慢打 就是说你反贼完全没有必要 开局就装身份 当然这局的举授是个例外 也就是说 这局的举授 也就是说 只有像举授这种特殊的位置 对吧 特殊的形式 对吧 这种情况下 你才可能装身份 那你会问我 那到底哪些是特殊的 我告诉你 这局就是特殊的 就是当你装身份 有明确的收益 或者说 当你装身份 能达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它比不装分身份 打出的效果是 是指三倍 四倍 对吧 是这种效果 而且 你觉得 你能把身份 合理的跳回来 也就是说 我拍那张火工 对吧 我把它拍下去 我一定保证 我能把身份跳回来 符合这三个条件 你才可以选择 当反贼装身份 然后 再说一下一些特殊请收 那我们再说了 哪些激光线还能装身份呢 对吧 比如说 你主攻 选择了一个孙策 而我二号位是谁 而我二号位 对吧 是一个官所 我是一个内奸 那我该不该装身份呢 我该跳个什么身份比较好 我告诉大家 那你跳反比较好 为什么 首先你二号位是个内奸 你但凡跳中 后面的人 对吧 只要遇到什么孙策 曹丕 或者一些卖血流主攻 后面的人 他打谁 你官所在后期能力很强 这是其一 其二 主攻不能碰 主攻对吧 不是像孙权这种激活目标 而场面上没有什么大师这种嘲讽性特别高的武将 打谁 是不是所有的反贼一定先把你官所打死再说 不能留意在后期 所以说那你官所内还玩什么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该不该跳身份 我为了生存 我该不该跳身份 可以跳 可以装身份 说了装身份不是跳身份 说错了 可以装身份 再比如 对吧 我前之位 对吧 连跳了几个连跳了几个反贼 对吧 我一号位 对吧 一号位跳反 打二号位 二号位 不 我一号位跳中 打二号位 二号位跳中 又打三号位 对吧 造成了一个忠诚 一个厮杀 对吧 我三号位我还是忠诚 对吧 我但凡要 我是不是知道后面四个人必是四个反贼了 那我干什么 我跳反 我跳这个时候跳个反贼 首先 后面四个人都是反贼 他们不会打我 第二 最后两个人 或者说后之位的反贼 会起内哄 他们后之位 对吧 会遭到 互相打 会会 尤其是 七号位会 七号位会盲八号位 因为他觉得人数够了 他会 相当于用排除 盲八号位 而你第二轮又轮过来 全都是主中方的身份 哎 我又可以跳回来 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装身份 可以装身份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打法 再比如 就像这局一样 对吧 我后之位 对吧 能骗主攻 对吧 我能骗主 我作为反贼 我通过一波装分身份 我能达到一个推主的目标 包括什么 假许 对吧 主攻兵死了 哎 我八号位假许 我出克逃 我救下主攻 对吧 尤其是曹丕祖 他我被翻面了 让他给我翻回来 让我再一个玩杀 对吧 这都是一些打法 对吧 包括我寻遇 寻遇和刘备 对吧 我可以假巴意思的给你刷下牌刷下牌 哎你把牌 哎给给给给了给我刷了二十多张牌 好了 我不刷了 不好意思 我们的刘鲁 呃刘备寻遇机友组合从此断裂 而我抱着二十多张牌 我走人 把你 我一个人把你们的团队打包 这个能不能装身份 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罗列的这几种情况下 装身份 就是装身份 首先你装玩 你首先你要玩装身份 你必须在一个数字普遍高的局 就是不 要么是置顶 或者说你保什么群内局 你保证 你玩这个游戏的人 首先游戏水平要是要有的 第二 他们的态度一定是要端正的 不能说 对吧 我一装身份 怎么怎么 最后起内红了 就开始骂 最后就开始打了 不打了 黑房 对吧 就像刚才那句 就开始骂 哎 怎么回事 我看不懂 你看不懂 不代表别人看得懂 为什么我们主视角就能看懂 而且能合理的装身份 合理的打赢主攻 对吧 把主攻推死 这就是差别 对吧 就说你首先你要心态好 才能选择 装身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局势 好了 今天呢 解说就到这里了 装身份的打法是变幻莫测的 对吧 具体如何装身份 哪些情况下该装身份 只能一个一个的总结 但是建议大家 对吧 能不装身份 还是不装身份 能少装身份 还是少装身份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装身份 确实是一个三国杀里面 一个非常经典的打法 它饱受争议 但是它能发挥效果 对吧 好了 今天的解说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订阅一波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